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新来的朋友呢,也欢迎你光临我的视频 我叫Gracy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短小的配货的一个分享 但是呢,这个我就是想要单独把这两件东西拿出来 因为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两件东西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他们两个呢,来自同一个系列 然后我觉得呢,是2022年爱马仕发布的最美的一个系列吧 然后,我先打开来给大家看吧 我们先从这个推理开始 它是一个限定系列 就是这个 这样的 这个系列就叫红桃 红桃皇后 它是以扑克牌为主题的 我这个人吧,就是怎么说呢 有点就是打牌比较上瘾的那种 一切这种跟扑克牌有关的设计呢 我都很想收藏 LV去年,2021年出了一个也是跟扑克牌为灵感的系列 结果呢,我就是痛心的错过了 然后我就特别的难过 因为他们有很多扑克牌的设计 就是整个系列都是以扑克牌来作为灵感来源来做的一个系列 所以我以后,我之后就在想有任何关于扑克牌的设计呢 我都不会再错过了 这一条推力是那种限定版 因为它第一,它是一个复克的 很多年前有一个一样的设计 但是呢,它这一次是做了一个这种 就是有镶嵌的这种小水晶这样的一个 而且它这一次做的呢 就是全整条镶嵌 就是它不是只有一小颗 一小颗在某个位置 它是一整条都会有就是间隔的这种水晶镶嵌 是不同颜色的 所以呢,如果镶看呢 就是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它很有玩味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是双面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有两条呢 你就可以组成一个这种扑克牌 这样的,这个红桃Q 这样,然后这边是1 然后,就是如果你有两条的话 可以这样组成一个图案 这样其实也蛮好看的 这个呢,就是 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套好看了 一定要拿下 推力可能不太适合绑 就是手柄啊,或者绑包包 因为它上面呢 这个凸起的这个小钻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可能比较适合 就是搭配衬衣啊 戴在这个脖子上 这个系列一共出了三个丝绸制品 它只,它没有做衣服什么之类的 它就只做了这个就是silk 但是呢,我只买了其中两件 我来讲一下为什么 然后我来开第二件 这个 这个是我买的第二条 就是这个系列的 它是一条70x70方巾 就是比我之前展示的 我经常买的90x90的这个方巾呢 要小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就是你看它 就是它不光是有queen了 它不光是有queen了 queen在这儿 queen在这儿 然后它是整个这个 是一个大的图案 它是一个 形成一个圆圈的这样的 用扑克牌来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圈圈的这种 它其实这个的设计挺复杂的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 这个旁边的这个小铃铛呢 其实等于是他们今年的秋冬设计的其中一个元素吧 你应该已经见过那个就是推力ring 是专门绑 就是一个小铃铛做成这样的 就是要像哆啦A梦的那种铃铛 然后绑推力用的 然后今年秋冬系列里面的衣服上 也有很多小铃铛的这个元素 所以它等于这个就是一个点缀吧 然后它整个设计都是铺满的 然后是做了一个红色的围边 它我觉得最好的呢 最讨巧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它在这个位置 它给你留了个洞 就是你在带的时候呢 就不再需要绑它了 我来给你展示一下啊 比如说你这样 你这样围在脖子上吧 然后一般你围起来以后 你不是得打个结 然后这样固定吗 但是有了这个小圈圈 有了这个小圈圈以后呢 你就把这边直接套过来这样 它就能固定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它这个设计特别的方便 就是你 尤其是手残行人 如果你打不好结啊 这种的 它就是 它这个就能帮你 然后 我到时候把图片放在那个上面 为什么另外一条也是黑色的 它是一个菱形方巾 我是真觉得那个 我没办法戴在身上 就是它太小了 可能叠起来戴以后呢 就效果跟这条推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我实用派的这个 又上身了 你知道吧 就我觉得好像它 没办法 就是不是很常 能日常能用的 就是即便作为收藏呢 我也是希望我能用到它 而不是说摆在家里看的 当然了 如果你是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 我是喜欢就是 带这个丝巾呢 我不是喜欢把它框起来 或者是装表起来的 如果你是愿意装表的呢 装表丝巾的呢 我觉得那一条可能挺合适的 因为它那个菱形呢 它占地儿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这两条应该就是够了 它一共这个系列就出了这三条 我是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今年最符合我的 就是最戳我的那么一个系列吧 这个因为我我从小就是很喜欢玩牌 然后我我家那个我公共婆婆家 就是我老公一家都特别喜欢玩 那个就是打牌啊消遣 上面有很多小动物 太可爱了 然后我真希望它能出一套 这个design的那个铺手牌 我一定会买的 简短的小的这个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短小的视频呢 那也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屏幕下方留言给我 在在我视频结束之前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爱马仕配货的分享呢 我有很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